台湾人一开始 台湾人也喜欢同胞的 台湾人也称中国大陆人为同胞的 你称台湾人同胞 台湾人是没有反感的 然后呢 慢慢慢慢的 台湾人不愿意接受了 然后呢 它实际上是相当于在告诉观众们什么呢 这个之所以同胞问题成了一个问题 不是大陆的问题 是啊 是台湾的问题 是我本将心 是吧 宋明月 奈何明月 赵沟齐了 人家这个角度多么刁钻呢 梅依你继续 对对 然后视频中间就放了很多新闻素材 这个然后呢 再讲几句好话 就类似于台湾人是独立的 但是他们独立起来也要有些代价之类的 这听上去台湾人还比较开心 毕竟好像听上去王治安好像肯定了他们是一个国家 对 但是呢 但是呢 美意你发现他的那个用心了吧 就是他随后他就举什么武汉肺炎的例子 是不是 对对对 他举武汉肺炎的例子 然后就说 你看 人家世卫组织都说了 要说Covid 新冠 是吧 不要说武汉肺炎 可是呢 你们台湾呢 从上到下 从什么官方到自媒体 都在张口闭口武汉肺炎 这是一种歧视 哎 这是一种歧视 又在说台湾人歧视大陆了 对 你们其实你们这种 他他所透露的东西什么 王治安他这个人 他所做的这个节目啊 因为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节目应该是有团队的啊 应该是有团队的啊 就是他是出镜的 他是那个出镜者啊 说他们所做的这个节目 所以我们要严谨一点啊 他们所做的这个节目 很有意思 他他隐含传达的东西啊 也就是说会说的不如会听 他隐含传达的东西 上次在告诉你什么呢 如果大陆打台湾了 如果大陆打台湾了 那实际上是因为你们台湾自找的 美玉你感受到他在传达这个东西了吗 是 我们对你们参与 对吧 你们对我这个 对 我们对你们 我们对你们是啊 这是怎么样呢 我待你始终如初见 是吧 我大陆对台湾始终一往情深 不离不弃 可是你们台湾呢 却不断的出现幺蛾子 而且不知好歹 而且呢胳膊肘朝外拐 是吧 你们竟然忘记了我们同胞的血溶与水 对所以呢你们看啊你们做的这些事情 不仁不义对大陆 你们怎么能对同胞这样呢 人家世卫组织都说是新冠了 Covid了你们作为同胞两岸一家亲竟然还武汉武汉武汉 对武汉人对中国人有敌意 对大陆人有敌意 所以所以就是我跟美艺我们俩看完这个节目 都是我们都说 为什么人家要说王志安是大外宣了 然后我看有一个观众说 为何要看这些大区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这个 因为我们要分析它呀 所以就选了这一个去看了一下 因为之前也有观众来说嘛 有观众说王志安的节目就是好 你们没看你们不能批评他 是吧所以呢我们就咬着牙看了一起 对但是很好奇的是 很奇怪是他的播放上43万 这说明起码很多台湾人会去看这个节目 是啊 我觉得说他一句 我觉得他这样做非常糟糕的事 那些翻墙出来的 刚刚想去找一些出路的 或者说他们找了一些宣誓的渠道 他们并可能并不是去找真理 那被他颠倒似非又给弄回去了 又去变成党国的基石 我觉得他的问题呢还不是这个 他的问题是他逻辑不但混软 而且他对基本常识已经到了无知的程度 而且这个人也特别记录他也非常喜欢吹牛 他说这个他不是在日本吗 日元吗 他说明年做到100万粉丝 然后收入多少多少 那些人都眼红啊 什么五月散人 有人过来发发给我 说你看人家混得风生水起 那咱目标不一样 我们是传福音 对吧 如果传福音变得有钱 那你这个牧师别当了 是不是 传福音肯定最后是越来越穷 穷到最后说不定你被压上火星炉了 那才对 对吧 你反的是不对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在铁链女那集 那使我实在是掉眼镜啊 我说你水平差 我第一次听 你水平能这么差吗 你那个基本常识不知道吗 女人也是人 在他眼里女人不是人 所以我觉得呢 他需要从幼儿园开始补起 但是不是受党国教育 受西方教育 知道怎么叫尊重人 你再来说我做什么直播来影响人 这种威他一旦流行是非常坏的 这就我想说的 你们两个有没有要补充呢 有我要补充一下啊 其实呢 这个刚刚拍路说 他觉得王志然是政治的党卫军说 这个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呢 所以我也就不下这个结论啊 然后我刚刚和美意说 我们能够理解 为什么很多人说他是大外宣 这个意思等 并不是说 我和美意就认定他是大外宣 他是不是我们不知道啊 那么但是呢 就是他的确是 在这个他的视频里边 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 而且呢 他最应该批评的地方 我昨天看了 不是昨天 我前天啊 应该是前天 我前天看了这之后 我甚至产生了一种 蓝拳妈妈的冲动美意 你知道吗 这是蓝拳妈妈的冲动啊 我看了之后 我看了王志然这一期节目之后 我能理解蓝拳妈妈的 他们当时为什么要说 针对老高一级一级的批了 我真的想吗 我真是 真应该针对王志然的节目 一级一级的批一下 因为他的影响实在是太坏了 他为什么呢 他坏在哪呢 如果他直接这么说 他说啊 台湾 你们不要不识好歹 你们要乖乖的听大陆的话 大陆 一直这么友善的对你们 是吧 一直啊 这个向你们伸橄榄枝 你们却还 这个总是想着要独立 要这个要那个 你非得要把你们打老实了 打服帖了 你们才满意 如果他要是直接这么说的话 他的恶劣的影响会少很多 大家理解吗 因为他就坏了 他就直接就是把他的这个丑陋的东西 把他那个 这个邪恶的东西啊 这些东西直接说出来了 所以呢 就是台湾人也就不会上当了 那些辛辛苦苦翻墙出来的 追求民主自由的那些民主小青心们 也就不会成为他的粉丝了 对不对 问题就是在于什么 他把自己打扮了 他乔装打扮成为一个什么 一个理性 中立 客观 有逻辑 有专业 有情怀的 一个被迫害的 逃往海外的 热爱民主自由的 这样的一个面孔 那就特别有迷惑性了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你看他说的多对呀 是吧 你看就是应该两岸一家亲啊 你看台湾人确实 你要理解我们大陆人的善意呀 是吧 你看真的 台湾人就说 哎呀 的确我们哪打得过大陆啊 是吧 哎呀 我们确实要老实一点啊 说我们要对大陆友善一点啊 这是特别坏的 因为他要明着把那个坏就放在台面上 就不会骗人了 但是问题是他现在 你知道他什么 他是画皮 他是画皮 他他背后是什么 他背后是魔鬼 是青面獠牙 是吸血的 是给你送毒药的 然后呢 他脸上呢 却贴着一张美女的画皮 然后他把你搂在怀里说 大狼 起来吃药吧 你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要批评他 真的要批评 要把他的画皮给他接下来呀 我们呢 是我呢 我是语言文字 是我的专业 所以呢 我一我一看看节目 我一听他这个东西 他这个逻辑 他这个架构 他的这个用的势力 他的他的理论啊 他等等 还包括最后结尾那个配乐 多央视啊 是吧 又加上配乐 煽情 然后再加上访谈 什么 这一这个言论 那个言论 大陆的言论 台湾的言论 然后各种新闻放在一起 他是有倾向的 他的倾向是给你 潜移默化给你引导的 美一为什么也能看出来呢 因为美一是一个特别特别 直觉力强的 特别聪明的一个女孩子 而且他这么多年 这几年啊 这几年一直在 每天都在读圣经 神浇灌了美丽 啊 我呢 是吧 我是专业方面 这是我的专业 我一看我就知道 他的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但是很多普通的 是吧 那些追求民主自由的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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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好不容易你又买又买这个翻墙软件 又冒着被查水表的风险 是吧 哎呀 辛辛苦苦甚至可能还要还要偷着啊 藏着 为你的单位啊 家人还要反对 然后你出来结果 你天天看王志安 还要杀着你 是吧 你在国内被CCTV洗脑 你出来之后 还被CCTV 还是CCTV 王志安洗脑 是吧 还是CCTV 也就是说他带着个话皮 然后你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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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天天跟他苟合 你还挺陶醉 是吧 到有一天你你的血被他吸干了 是吧 你你你变成炮灰被送上战场了 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死的 是吧 至于台湾的台湾的同胞们 是吧 那至于台湾的朋友们 你说你们你们就更加的更加的这个傻了 是吧 你们怎么能相信他呢 是吧 你们怎么能相信他给你释放的善意呢 那哪是善意呀 是吧 那不是善意 那是真的是要怎么样 要吃你的肉 要喝你的血 把你的骨髓都要吸干净的 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真的就是 谢谢大家 好